好,那開始吧 開始了嗎? 開始了,開始了 嗨,大家好,我是陳柏雯,我叫Brian 今年就讀MIT要升大士了 那今天來跟大家就是分享一下 大學選課的內容 然後一些過程,課程內容 讓大家稍微熟悉一下 這個過程跟高中的不同 然後會發生什麼事 那這是我大一上學期的課表 等一下會講,先看 選課從哪裡開始 從 可以先 從MIT 的必修課程 開始講好了 或者說就是,你要如何從這裡畢業 那 MIT首先有很多 必修課程是 不管你是修 主修什麼東西 不管你是 像我數學或電腦資訊 或者你要修 物理化學生物 甚至你要去修 音樂或哲學或什麼 語言學或 各種東西 不管是誰都要修 一些基本的 要求的課這樣 那 第一個就是 有六堂基礎科學的 課程 總共有兩堂 微積分 兩堂 物理 然後 生物化學 各一堂 就是 MIT 這個用意就是 對所有學生都 希望你有一定的 基本的 基礎科學的涵養 這樣 就是 出去可以做 跟其他領域的科學家 或者 可以比較 合作 或者 做跨領域的東西 嗯 另外呢 還有那個 HAS的要求 這個就是 Humanities Arts 跟Social Science 的縮寫 就是 人文 藝術 社會學 就是三大類 就是 總共你繼續修這三種 總共八堂 你可以自己分配 但是呢 呃 這三種 人文社會 學 藝術 各至少要一堂 所以你不能全部都修八堂文學 然後就說滿足這個要求 這也是就是 除了 MIT 雖然我們是科技學校 然後 大家 大部分人 就是做科學這一塊 但 也希望你對 就是這些 這些領域也有一定的基本涵 那除了剛剛說的那個 嗯 八堂 然後 三個領域要各自來一堂 你要選 某一個領域 就是某一個 主題 然後 專心於這個主題 像 呃 英文就 它就叫 concentration 那我的concentration 就是音樂 所以我就 就必須選 比較多音樂的課 所以 為了滿足這個要求 我修了四堂 那其實本身 我本身就有興趣 所以 應該會再多修幾堂 然後 可能可以拿個 複修音樂 嗯 那除此之外呢 就是 為了滿足這個has 我也修一些政治 心理學 文學的課程 就是 我對各方面不同的興趣去修這些課 對 待會兒會再仔細講 那 最後的筆修就是 嗯 英文叫CI communication intensive 就是 教你 溝通協作技巧的課程 所以 用意就是 就算你自己的科學 呃 腦袋裡 在 腦袋裡 學的再厲害 如果你沒有辦法 呃 跟別人 就是描述解釋說 你 學到這些東西 你要怎麼應用 怎麼設計 那也是沒有用的 所以 你不需要會溝通 會寫作 那 這個要求之後呢 有兩堂是 在general has 裡面的要求 你必須上 兩堂 會教你寫作技巧 或溝通技巧的課 那 還有另外兩堂 是要在你的主修課程 呃 主修科系裡面 你的科系提供的 例如 呃 你可能如果 主修數學 那你就要修 教你數學溝通技巧的課 可能就是寫證明 或者 呃 做數學專輯報告 這種 呃 技能 那另外 主修電腦資訊 那可能就是 教你設計一些 呃 寫一些設計檔案 這種東西 就是 如果形容一個很大的系統 要怎麼設計 and so on and so on 呃 呃 那 那 這是一堆要求 就是很多是 呃 不過 因為 大家沒有想到你的科系 呃 就是 不管你的科系是什麼 那大部分的這些 那些 技術科學跟 Maths 是 不管怎麼樣都一定要上 然後 MIT 所以這樣 一開始去MIT 可能不一定知道你要主修什麼 所以MIT 就還好 更好的事情就是 呃 第一年可以 不需要 呃 不需要 declare a major 就是 不用說我要主修什麼 你可以到了 呃 大二上學期 其實大部分人都是大二上學期 就是 待一下到大二上的時候 的時候 說我要主修什麼 那 當然這些東西就是 各個大學的要求跟 主修的方式都不一樣嘛 所以就是 這是我 我們這樣子的做法 OK 呃 呃 講一堆這樣有什麼問題嗎 有什麼問題 呃 呃 那就跟 然後有些科系 要求的 呃 嚴苛很多 有一些就是很隨便 這樣 也沒有很隨便 但是就是 更多子有可以選 那我選的主修其實 都是 要求 嗯 比較沒有那麼嚴格的 的 的主修 呃 科系這樣 OK 然後 好 那 我們大概從 大一上的課表 開始講 我修一堆課 然後 什麼樣 然後 心得是怎麼樣 之類的 這就是 呃 我大一的課表 這些課都是 看不到 呃 直接數字一堆就是 嗯 基本上就是 上面這個就是 like 呃 看一看 其實我們都是用 在MIT 我們都很喜歡 數字 所以 我們的 課程名稱 跟科系名稱 都是用那個 數字 去命名的 然後 這些課 大概大家都就是 如果你在那個主修裡面 你 大家都 或者甚至是 如果是通識的科學課 那大家都就是 以這個數字咧 深呼這場課 像這個 5111 5.11 就是 呃 基礎的化學 因為大家都知道 就是 就是 大醫生 當然 你們應該 沒有理由會知道 但是 如果進去之後 就是 就是他會打一個 投影片 就是大醫生 就是 like orientation 的時候 有一個 東西就是他 介紹一堆課程 然後他就會打這個 數字 然後他會教你是 5111 不是說 5111 或5111 我不知道為什麼 反正就是這樣 嗯 對啊 所以這就是一堂 就是 其實 嗯 可能跟大學 感覺沒有差不多 只是可能 內容多一點 可以解釋一下 LEC跟REC是什麼嗎 OK 然後我想到 我還沒講那個 這個之前的 東西 就是 說到這個 就是其實要說 抵學分的事情 就是 like 我們都知道 大學有AP 然後 然後 我跟 MIT 就是 用 Calculus跟 Physics 各地要一堂 但是他 MIT對 AP 用來抵學分 這件事 其實 是 也是蠻嚴格的 就是 嗯 Calculus 一定要 兩個都拿 就是 一定要拿5 然後他才可以比 一堂 那第二堂 你還是要上 呃 Physics 也是你要兩個 都拿到5 然後他才算一堂 然後另外一堂還是要繼續上 所以我就去上這個 另外一堂 那個 8022 就是 那個 物理的電磁學 像我講 嗯 對啊 那 如果你真的不想上 你還是可以去 MIT 跟他 你大醫生的時候可以 申請去考試 然後就是等於 一堂課的期末考 那如果考過了 你就可以 不用上 就算學分 對啊 所以 我就趕快那邊 複習一下 like 微積分 然後 考到第二個 微積分的課 還有一個 線心在說 對 不過 那個 物理我就 不想考 就覺得 應該考不夠 所以就上 所以就上 Yeah OK 所以 511跟A222就是 總是的科學科 那 6046 就是 比較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 chord6就是我們的 電機跟資訊部門裡面 這個是 中文演算法 堂課 這堂課前面 就是 他講 講一堆 有些資料結構 然後 算在傳取 然後 這是很 就是 這堂課是 比較偏理論的課 就是 教你 想一些 研算法的 就是 電腦 比較抽象的 可以做的 操作 或計算的問題 這樣 那 這堂課其實 中等演算法 他前面有 一個初等演算法 還有一個 資訊你會用的數學 Mathematics for computer science 上課 那我都 來得上 因為 就是 我其實對這個 因為我剛好就是 那個 國中高中 做很多城市比賽 就 對這些東西很多 已經算 很熟悉了 所以就是 跟教授 寄個 email說 我有這個經驗 我想上上課 大部分的時候 他們都說好 就是來上 But is this like homework? Yeah 他多長 像這樣 Is this like homework? Or I'm not sure if it's like a test I don't know 忘記了 想一想 多長 一兩個禮拜一次吧 就是 Yeah 如果他 就是 嗯 等一下 同事課其實 除了課沒有比較多 那有一些課 就聽說就是 那個教授的興趣 他跟我們不知道 是甚麼教書 然後 他學習上一半 然後 沒有作業沒有考試 然後他就說 欸我們要怎麼拿成績啊 然後他就說 好吧 那我寫一個 like problem set 給你們做 然後就 一個 problem set 然後大家寫一下 然後這樣去 然後就 也沒有下一個 考考後的 problem set 所以成績好像就 一個功課就是決定了 就好像不太好 但是就是 那通常是很 艱難的課 就是很 或者就是 比較困難 或者比較特別的課 才會弄弄弄東西 這個是很多人上的 就是都是兩三百個人 危機板 剛剛那個 同事科學課也是通常是 兩三百人一起上的 在其他大學可能更多 所以那些就是 他已經有很好的系統 那些說 就是每個禮拜交作業 然後偶爾小考 兩三四三四次 就是 差不多了 對嗎 還沒到你 OK 最後一個就是 17.09是 science technology and public policy 就是 科學科技跟公共政策的 關係 我上次的課就是 因為它是CI 就是 要寫作 然後就真的寫很多 就是 考試都是essay 就是寫好幾頁的essay這樣 然後 嗯 就是閱讀 就是每個禮拜 哦 讀這個課本 這50頁 然後還有這5個文 上次類的 那其實就是 我好像一開始 盡量讀 後來就是 稍微看看 但是 就是 真的很 然後其實也有很多寫阿克 根本不需要這樣 但是 我對這有興趣 就試試看嘛 那個教授 也講得很好 就是他 一直說 哦 我在做飛機的時候 我旁邊有 like 哪個美國的 like 政府的官員 然後我們就聊了一起來 然後 就是他很多 神奇的故事 所以上課說我們很多 只是 呃 其末報告也寫了 然後其實也就很累了 對啦 不過就是 這樣很多 科技跟政策之間的 觀念阿 like 反省阿 or like 是 考慮 新開發的藥的 風險要怎麼 處理 這種問題 對 嗯 yeah 這邊還有一個 這個就是 like 一個 seminar 這是比較特別的 就是 我們在大學 我們都有一個製造教授 他扭得上就是 like 你如果有選課有什麼問題 那就找他 或者 他就是他必須 而且他必須要 允許說 你要上 你要選哪些課 就是他要打工 然後你可以上哪些課 嗯 那在大學的時候 他 在你還沒有選科技之前 他跟另外一個東西 結合成一個 比較小的課 那就是我們就做一些 like 噴冷 就是一個數學比賽的數學題目的 東西 所以我 就是很興趣就是有一個 進了那個 數學的 seminar的 like advisor 因為我 自己相處就數學了 有其他人 可能進不了 他就是 他相處就數學 但是被派到一個 什麼 做哲學的教授的 advisor 那有些這種教授就是 就是 他就不管你啊 你要上課課就說 OK sure 不然就是他 你就是說 哦這個背景 但是那個課 看起來很難 他就說 不行你要修 基礎的課 幹嘛 所以 這邊反正我也是蠻幸運的 但是反正 嗯 講了那麼多 反正 這只是暫時的嘛 你選了那個 主修科系之後 你就會 有一個 那個科系裡的指導教授 yeah 好 然後刻表下面還有 like 那個 然後 七年到八年的課 嗯 yeah 然後剛剛問說 like req get lect 就是 lecture 就是 教授在上面 然後大講堂 可能就是 就是他就lecture 就是 講啊 那restation就是 小組討論的東西 就是 大部分 就是所有人 上一堂課 你都會到同一個 lecture 可能就兩三百 三百個人在同一個教室 去聽 那restation它就會分給 呃 分 給那個課裡面的每個人 分到不同的小組 然後你要去你那個小組 的教室的 呃 時間 然後跟 可能變十二十個人這樣 然後 跟一個 restation leader 通常就是 like 研究神或者 就是像 助教 對 助教的感覺 然後他就是帶你跑了 或者做題目或什麼 那每個課都不太一樣 對 就是這樣 ok 啊有什麼問題嗎 這樣很多 like 這個課表 然後 下面 yeah 那其他誰都在幹嘛 哈哈哈哈 那其他誰呢 啊 中間就是勉強吃午餐啊 或者吃午餐蛋一群啊 那些學功課啊 然後搞一些社團啊 然後有時候可以在like 我的宿舍跟別人打桌遊 大一很久以前 我不知道我在幹嘛 呵呵 呵呵 講一下 很多社團啊 那社團 我不知道有什麼時間講 我講好講 可以講一下課程 好啊 接客人進去講 ok 嗯 yeah 就是大一下的講的樣子 所以 第一個就是601 那 剛剛講過 chord 6 就是電機一個人進去 那 01就是 數字比較小 就是入門的可能 那上課就是like 叫你寫一些like Python 然後就是 但是假設你Python已經會寫了 然後你就可以寫一些like 程式 呃 這個做 做各種東西啦 他有 嗯 算機率的啊 然後除了那個 一些什麼 簡單點算法啦 然後除了這個 呃 他有一點電器 就是來弄電路的東西 就like 這種東西 like resistors 電子 什麼的 然後你會轉的很 那 可能最酷的是有那個機器人 所以like 你要寫人士去like 控制那個機器人 然後 他 就是他 嗯 然後 會幹什麼 衝 呀 其實 這個的機器人就是我們可以寫的是然後上檀 然後他就會站在那邊跑 那那個 你就可以用他的偵測器就是他旁邊有like 雷達 or something 然後會看說他離牆壁有多遠 然後你要用這個來調整那個機器人 然後這樣調整就可以like 插到那個正確GV的圈圈圈圈這樣 像這樣 耶 他就是這入門的低低資訊的課 耶 嗯 另外這裡有兩個 這個21M就是like 音樂課這樣 呃 這裡跟這裡 這個O11就是西方音樂史簡介 從 like 呃 14世紀 or something 的 西方音樂 然後 可能更早 欸 反正就是一直 討論說 就是這個 西方音樂史的 那個 然後那個 誰的創作啊 然後什麼風格 什麼樣的 規則啊 然後 這個就是 這個是 第二個 ci 所以就要寫一堆 like 報告說 有一些是 聽演唱演奏會的報告 然後有一些是討論說 喔 我聽這兩首曲子 那哪裡不一樣 用什麼技巧啦 如何達成什麼效果啦 最後還有那個 變聽小老就是他會播音樂 然後你要說 喔這個是 like like 誰 like 貝洛芬的 第九個教授曲的 第二部 or something 對 第二個樂章 然後說什麼 然後用什麼技巧啦 yeah 那 呃 那 那一點 ok啦 那 三的一就是 Harmony and Counterpoint 這個就是 和聲與對位 教我們寫一些 呃 教我們一些和諧旋律的 like 原理 然後 我們可以寫一些 like 跟著他會再寫一些 like 旋律然後要 聽起來 很和諧這樣 然後其末作品就是 做一個 弦樂四重造的 曲子 然後 我媽很喜歡聽這個 所以一定要 所以一定要 對 所以我們就是 我們花整個 這有臉上去嗎 這臉上哪裏啊 呃 聲音 前面有一個那個 那個 那個綠色的 不知道現在可以嗎 JBL 不要 不要 我這樣看 ok 我們弄一下 JBL ORANGE J J 有兩個啊 所以不知道怎麼辦啊 哪一個 都按試試看 都按試試看 沒關係 沒關係沒關係 我們披過 對嗎 這裡稍微講一下 就是你們大學的時候 其實 除了你們主科之外呢 希望還是去探索一下 其他的 興趣 有過嗎 我覺得沒有 看一下喔 喔 ok 反正還在調音沒關係 你自己的 你自己的 不行啊 他沒有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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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個 他是半個 半個 他講這個 四個 這四個 ok 從中間開始 所以這四個就是 就是 這個情況就是 我們聽 所有人的 陸續 所有人的曲子 就是一一 丟給這四個人 然後讓他們彈索 叫來 那這四個人就是 路上找來 就是最後一天 他敗到 你如果同學會彈 小儀心 趕快把他叫來 然後就是路上 可以找到 MIT學生會 奏重師 所以我們其實 寫的曲子沒有很長 就是 一分鐘 二十四個小節 yeah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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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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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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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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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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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